2006年第一届世界棒球经典赛 领悟伊朗在比赛前霸汽放话 要打到亚洲球队觉得 30年内绝对打不赢日本 结果竟然在预赛和复赛都败给韩国 甚至对手直接在投手球上插上了韩国的国旗 让愤怒的伊朗暴戏怒吼 被打脸的日本面临出局危机 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挺进四强 完成了甜美的复仇 最后拿下经典赛的冠军 从此日韩两国的棒球对决 成为国际焦点 韩国的插旗文化也被广泛讨论 这一次经典赛他们再次交手 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2006年棒球经典赛 火药味十足的日韩对决 哈喽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这个 日本和韩国经典赛的插旗事件 好那我们时间回到2006年的 第一届棒球经典赛 那像是因为以往的话 像是奥运会之类的比赛 他们跟大联盟是壮旗的 但WBC不一样 所以他的日期有故意跟大联盟排开来 所以说这一次是第一次 有很多大联盟选手可以参加的国际比赛 所以很多国家都有拍出他们最强的阵容 像是日本 日本那时候的总教练是 世界拳位打王王真智 然后他们有两个最强的投手 一个是松满大斧 还有一个是上远浩志 那松满大斧 它有个外号叫平臣怪物 是那种从高中一直开挂开到日子那种 那上远的号字他就比较不一样 他有一个座右名叫杂草魂 因为他的这个棒球之路走的不是很顺粹 甚至他考大学的时候是考不上大学去重考 然后一边读书一边重考这样子 打者的部分呢 日本有两个最强的打者 就是松井秀喜 另外一个就是林威朗 松井秀喜他是日子的权力打王 那时候是在阳基 但因为那时候呢他才刚刚跟杨基续约 所以在这个跟球团沟通过后是被杨基劝退 但是呢没有关系 因为日本少了松井秀喜 还有林威朗 那时候是2006年 林威朗呢已经是这个日子的三届MVP 然后到大联盟的第一年就拿了这个 安打王 新人王还有MVP 那算是整个日本乃至整个亚洲最好的棒球选手 那时候呢就有开这个记者会 然后就有人问林威朗 所以你对这个亚洲的对手有什么看法 那时候林威朗是正直巅峰嘛 所以他就多少有点嚣张 他就说 嗯 我希望可以打到给对手一种 30年内绝对打不贏日本这样的感觉 结果呢这句话讲出来不得了 韩国的媒体呢开始大肆宣传 开始加油添醋 所以讲到最后呢 就变成林威朗说 我要打到台湾还有韩国认为 他们30年内绝对打不贏日本 所以这个报导一出来 啊不得了 韩国的民众开始生气了 无理之徒啊林威朗 所以就开始有那种 打倒日本 打倒林威朗 这样的口号 而且那时候呢 其实韩国的阵容也不差 他们的教练团有这个 韩植的传奇投手 宣统烈 然后投手有 纳联盟的亚洲圣头王普战浩 到齐的许在映 还有红人的奉重庚 打者的部分呢 就有那个韩植四天王 李中范还有李承业 这一届的经典赛 韩国有一个很帅的打者 叫李震厚 那李中范呢就是他爸 李震厚呢叫封之孙 李中范叫封之子 李承业他就是韩植的权力打王 然后还有一个记录是单季五十六轰 这个是亚洲职棒的亚洲人记录 然后因为上次之前像是奥运的比赛 其实韩国都有打赢日本 所以他们这次也是很强势的回应 就是说 听了这句话过后更想打赢日本 我打过这么多次国家队 从来没有输给日本 所以就是有了这样的这个剑拔弩蛋的局势 让这个金检赛的日韩大战变得更加精彩 3月3号金检赛正式开打 金检赛史上的第一颗球 就是中华队的投手林恩宇投出来的 这颗球呢后来被收进了美国的棒球名人堂 不过那时候呢像是王健民是被杨基劝退 然后陈美英是在跟中日球团沟通过后也是选择退赛 还有什么陈金峰、彭正敏什么的都是因商退赛 所以中华队本身的实力是下降不少 所以韩国跟日本都是打赢中华队还有中国 带着这个全胜的战绩 在A组的最后一场比赛正式交手 那一场比赛日本的先发投手是 核字潜水顶、杜边俊介 它有一个外号叫 史上最低下勾手 是一个很强的下勾手投手 然后韩国的先发是洛基队的金赛宇 这场比赛到5局下的时候是日本2比1领先 韩国在第6局的时候换了一个投手叫裴英苏 裴英苏在7局上 林木伊朗一上来的时候 就直接投一个畜生球 然后就被换下场 而且他换下场的时候还在那边嘻嘻哈哈的 就是一脸得意的样子 就是说这一球就是要丢你这样的感觉 然后到第8局的时候 日本就先换上了他们的救援投手石井红兽 结果这一局 先是被李忠厚打出一支二脸安打 然后下一个打席 李承越又打出一发两分炮 直接帮助韩国逆转 3比2反朝日本 最后到了9局下半两人出局 日本迎来了最后的反攻机会 那时候韩国场上的救援投手是普占浩 而日本的最后一个打者就是林木伊朗 结果这个日韩两大传奇 大联盟选手之间的对决 是普占浩拿下胜利 林木伊朗再打了一个高飞球以后 就被揭杀出局 日本也就这样输给韩国 林木伊朗当场被打脸 但是呢 这个恩怨的还没有结束 作为A组的前两名 日本和韩国 还有美国和墨西哥 被分到同一组打复赛 那美国这一次呢 阵容也是非常强大 他们有那个名人堂中的名人堂 小葛瑞菲还有David Cheater 然后呢还有金耀王 Roger Clements 还有Erad 日本跟美国的比赛到8局下的时候是 3比3平手 有一个满壘的局面 三壘的西刚刚靠着一个犧牲打 跑回本壘得分 可是这时候呢 美国最上诉 他们说呢 刚刚西刚刚有一个偷跑的前逸 那时候呢 他们看了回放 很明显西刚刚没有偷跑 所以这一分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 但是呢 祖审说 诶没有 刚刚有人偷跑 没收这个超前分 而且 盼西刚刚出局 结束8局上半 正是因为这个正义性的误判 让日本失去了领先的机会 在9局下的时候被打出一个再接安打 最后输掉比赛 结果呢 刚刚打赢日本的美国 在第二天竟然输给韩国 所以日本的这个面子就跟人家挂不住了 到3月15号的时候 日本跟韩国在复赛交手 那时候呢 就有韩国的球迷 现场举个牌子 说 林文伊朗说到30年 我们只用了一个礼拜 再挑衅日本人这样子 结果呢 这场比赛 日本又输了 韩国在8局下的时候 靠着李中范的二雷安打 跑回2分 日本呢 则是靠着西刚刚的阳春炮 在9局下跑回第一分 那韩国队一看局势不妙 就换上了他们的后援投手 吴申环 吴申环一上场呢 就投了两个三阵 让日本无人申环 在经典赛 吞下对韩国的二连败 那连续击败美国还有日本 韩国人这时候呢 已经high到了极点 所以他们的投手 徐家印就带头 在投手球上面 插上了一大三小的四面韩国国旗 那插国旗这个举动 是非常具有挑衅意味的 因为他有这个 占领土地这样的感觉 所以林沐伊朗看了是直接爆气怒吼 无理之徒啊韩国人 而且他在说就是 这是他 这个棒球人生中最屈辱的一天 这时候呢 日本吞下二连败 已经是濒临出局 除非说下一场比赛 墨西哥打赢美国才有机会 不过想也知道嘛 美国怎么可能输给墨西哥 中华队怎么可能输给巴拿马 诶结果 美国还真的输给墨西哥 日本就靠着这一点点的晋升分 被送上去四强赛 结果四强赛的对手 又是韩国 所以这一次呢 日本是赌上了尊严的面子 一定要赢 这场比赛的先发是 上远的浩志 对上徐在印 一样是到了第六局的时候 都还是0比0 七局上的时候 日本抓到一个大局 先是扶六校界 打出去发两分炮 然后李奇自也 又是一个长打上蕾 韩国这时候呢 就赶快换头手 换上了他们的王牌孙敏翰 那孙敏翰之前投美国的时候 是拿下胜头 结果这一场完全被打爆 连续被攻本圣野 西刚刚还有林文一郎 敲出栏打 最后到第七局结束的时候 日本已经取得了5比0的领先 八局上半的时候 横冰队的多村人质 又敲出一发阳春炮 那时候呢 现场也下起大雨 直接是交袭了韩国反攻的希望 最后日本以6比0大胜韩国 总算是讨回了面子 挺进WBC的决赛 在决赛上也是靠着松满大福的出色发挥 以10比6击败普巴 拿下了第一届的WBC冠军 不过这个日韩两国的恩怨 算是就死结下了 2009年的时候 金点赛再次开打 那日本这一次有这个先发三本著 就是松满大福 原味九智 还有达比修友 然后韩国他们除了王牌奉送根 还带了就是很年轻的金广炫 还有刘胖刘贤 在预赛的部分 两边各自是一胜一败 日本的胜头是松满大福 韩国的胜头是奉送根 然后到了副赛的第四场 韩国跟日本再次交手 先发是由奉送根对上达比修友 但结果达比修友第一局控球不稳 就被打进3分 韩国就这样一直领先到最后 他们的救援投手林昌勇上来关门 最后是救援成功 帮韩国拿下了胜利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又拿出了一面小韩国国旗 插在了投手球的上面 休息室的伊朗看得是气到不行 那其实奉送根呢 他的偶像就是领位伊朗 他选择51号背号也是因为伊朗 那因为韩国他们有一个历史事件 是有一个叫做安仲根的义士 刺杀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 所以他们就引用了这个事件 下了一个 凤义士刺杀伊藤伊朗这样的标题 结果后来呢 韩国跟日本都进入四强赛 韩国打赢委内瑞拉 然后日本打赢美国 两边就这样很C句话的 在总决赛再次相遇 那韩国这边呢 一样是派出凤中根 那日本的话 因为松满大斧在投美国的时候 已经出场了 所以这一次他们是派出原位九字 那这场比赛呢 非常的精彩 一直到八局下的时候 是2比1日本领先 原位九字也是投满95球 被换下场 九局下半的时候 韩国迎来最后的反攻击会 这时候上来关门的 是22区的打比修友 结果这一次呢 打比修友关门失败 在两人出局的时候 被打出一支长打 让韩国在最后一刻 把比分追平 3比3再次平手 接下来呢 就到了我们2009年经典赛 最经典的第十局 面对韩国的王牌救援林昌勇 首打骑的内穿圣衣打出一脸安打 靠着原村民线的安打推进 成功跑上三垒 下一棒 川崎中泽打出高飞球被戒杀 日本队两人出局 这个时候呢 站上打击区的 就是那个男人 林木伊朗 那据说在这个打棋之前 韩国队的教练是有交代林昌勇 说要故意保送林木伊朗 结果呢 林昌勇还是选择正面对决 那还有一种说法是说 投手教练没有交代清楚 反正呢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插曲 才有了这个经典对决 在比赛的第十局上 林昌勇两好一坏 球数领先 林木伊朗连续打了四个界外球 甚至有一球是很明显的挖地瓜 还是被他追打出去 总算是给他磨到两好两坏 林昌勇投出第八球 中外野的平非安打 韩国队已经来不及了 靠着林木伊朗的自胜一击 日本成功跑回两分 比赛的局势瞬间改变 林昌勇的心态明显被影响 后来是一度出现满脸的局面 最后好不容易才成功这一局 不过韩国已经无力回天了 十局下半 打比秀上来关门 最后救援成功 比赛结束 日本队连续两届 拿下了WBC的冠军 林昌勇在冠军赛 六个打数四支安打 还包含了一支自胜安打 近乎完美的表现 也算是对得起 他当初讲下的豪言壮语 经典赛暂时告一段落 不过日韩两国的恩怨还没有结束 像是林昌勇在回国的时候 被韩国的网民大量攻击 甚至有人说他是叛国 然后林木伊朗呢 也是因为他在采访的时候 有一个很嚣张的表现 所以被韩国的媒体说他是肮脏的武士 韩国的这个插旗文化 丢了很多的衍生事件 就有人拍到大师兄林志胜 在这个投手球上插上这个青天白日旗 然后在2015年12强赛 韩国在拿下冠军之后 本来也是想要插韩国国旗 但是被那时候的韩国队长 郑根宇阻止了 在上一届经典赛 美国夺冠的时候 也是有放一个白头鹰的雕像 在投手球的上面 然后从那时候呢 日韩就没有在经典赛交手了 一直到这届经典赛 他们才再一次在小组赛碰头 那结果昨天的比赛就是日本大胜韩国 而且从日本现在的阵容看来 真的有可能会统治亚洲的棒坛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从现在看来 林木伊朗当初讲的30年论 还真的有可能发生 好啦 那就是以上的这个 精典赛的插体事件 那就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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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